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印尼新建中的亚万高铁从2018年开始施工 全长超过140公里 总共有13个隧道 其中11-1号隧道持续进行爆破工程 大幅影响到附近社区 许多房子出现裂痕 让居民感到不安 居民指出原本有关单位承诺会用钻藻法开挖 没有说要爆破 但负责施工的中国中铁还是使用爆破法 威胁到周边的居住环境 居民组成自救会要求相关单位调查说明 至今还未得到回应 不远处传来巨响 居民不约而同指向天空 显得生气和无奈 这里是印尼西爪哇省的一个山坡社区 距离社区不到200公尺的雅万高铁 11-1号隧道正在爆破 受雅万高铁的11号隧道新建工程影响 社区房子很多都出现裂痕 居民因此感到焦虑不安 居民指出英尔西爪哇省 中高铁原本说会用钻枣法开挖 没有说要爆破 然而负责施工的中国中铁 却在2019年用爆破法开挖第11号隧道 爆破时家里吊灯摇个不停 居民无奈只好阻止就会抗议 在社区内外挂起抗议布条 相关当局经协商后 决定先停工进行调查 等待西爪哇省政府决定 结果中国中铁今年2月又复工 自救会再度澄清 目前还得不到回应 工程也继续进行 在这一段时间 人们感到不适合 在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科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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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一年半 那这些数据也不会得到 居民表示他们不是要阻碍工程 只希望印中高铁及相关当局说出实情 如果住在这不安全 应该补偿他们搬迁 然而调查后没有人再来追踪 至今也都没有公开结果 让当地居民感觉受骗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 雅家大报道 黑暗中透出一道道红色火光 伴随浓烟直窜天际 瓜地马拉境内的巴卡牙火山 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自2月初持续喷发至今 没有停歇 不过周边居民不但没有撤离的打算 近来甚至持续涌入大批游客前来朝圣 大家越走越靠近火山熔岩 无视熔岩高温浓烟等危险 看冷令人捏把冷汗 许多游客都举起手机兴奋自拍 还有人有备而来蹲在活跃的岩浆旁 烤起了棉花糖 丝毫不介意火山口释放出的 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化学物质 会替棉花糖加味 巴卡亚火山位在首都 瓜地马拉市以南28公里 因为频繁的喷发活动成为观光热点 邻近的火火山曾于2018年爆发 造成约200人死亡 尽管当地民房机构警告这里 还是有落实的危险 努力劝阻民众不要靠近火山口 不过专家的提醒 似乎还是挡不住游客旺盛的好奇心 中央社综合报导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和华视频道 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咯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影音新闻CNA TV 或是扫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印度武汉肺炎疫情急剧恶化 目前已是全球仅次于美国 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根据官方数据 单日新增36万人染疫 光是4月就增加近600万人确诊 大量病患涌入医院 导致病床、药物、氧气严重匮乏 已有许多病患 因为等不到氧气和医院收治而病逝 印度医疗资源体系崩溃 各国纷纷伸出援手 除了欧盟、美国、中国 提供医药氧气和抗病毒药物外 我国外交部也已筹措150台制氧机 并改装成印度可适用的电压 这个周末将送往印度 未来也将继续提供物资 世卫表示 印度疫情大规模失控 照应于出现了新的变异病毒 加上民众参加大规模政治和宗教活动 以及低疫苗接种率 导致疫情扩散 目前印度官方公布单日新增超过3000人病故 全印度染疫病没的人数已经突破20万大关 但外界认为实际病没的人数恐超过官方通报 火葬场从早到晚火化不消停 更因来不及火化遗体必须新增火葬场地 部分宗教仪式也被迫省略取消 以便尽速处理遗体 印度疫情拉紧报 让许多印度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升高 印度政府原预定5月开放所有成年人接种 但接受预约登记的网站仅瘫痪 不仅引起民怨 更让防疫雪上加霜 庄舍综合报道 汽车连接网路 及时传输车辆数据 供系统平台追踪掌握车子位置 行驶状况等资讯 为车对业者提高了调度效率 也进一步提升了行车安全 近年来物联网概念拓展到交通载具上 产业开始发展车联网智慧交通技术 为在台大创新育成中心的新创公司三维人 即是专门提供车联网平台服务的新兴业者 三维人由于家渊 林仲达 于昌兴 三个资讯工程背景的同伴合伙创立 他们卖的是为营运商做的系统工程 有效率的导入车联网系统 帮客户省下自行摸索的时间成本 我们的客户就是锁定那些B2B的三号车队 包含了旅游租车业者 物流车队和共享乘车 以前他们就是那种买硬体 送你套装软体那种概念 然后发现他们买回来的这些软体 其实根本不能真正的协助他们做决策 所以我们从软体思维下手 我们协助他们来可能一些数据data 比如说你需要路径最佳化 你需要排单 你需要从车队管理下去 做任务指派 绩效考核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产品来实现 所以我们产品就是一个软体思维 来建构的一个平台 我们的车电网平台是一个 以模组化为搭建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让我们的客户 原本要三年的自建的一个平台 透过我们 我们的后面有很多种模组 透过跟我们合作 三年你只要缩短成三个月 你就可以快速让产品 产品的原型出来 你就可以快速去测试市场的Deep Back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在与旅游租车业的合作上 有从基隆出发的电动机车租赁业者 蓝庆昌 其公司卓恰使用三维人提供的软体系统 发展数位观光 透过收集客人路线 停留时长等数据 来分析热门景点 将深度旅游与观光产业升级 推行至下一阶段 我们卓恰是一间基隆在地的青年所创造的一家 机车Cogoro租赁的公司 那我们是在台大创创 遇见了三维人 然后由他们的车联网系统 我们跟他一起 然后第一站在基隆来打到这个轻旅行 然后智慧租车 客户现在也包含跨足制 共享成车业的荷泰汽车 三维人希望建立车联网生态圈 从车厂到电商 期待收集更多客户来使用自家数据平台 进而达到智慧调度 与资源有效的运用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3D RANCE INSIDE 这样子的概念 把所有有需要车子的人 跟能够提供车子的人 透过我们3D RANCE INSIDE的作业系统 全部都维合在一起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些闲置资源最大化 让这些车子都可以达到智慧调度 智慧派遣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的办公室里 气氛活泼 三维人强调人先于技术 伙伴间互相扶持才是公司能走的长久的关键 从创立到现在近四年 余嘉渊 林仲达 余强心三人 共同度过各种高低起落 期待下个四年 能让三维人成为台湾首区一指的软体公司 主要社记者吴环中 基隆台北报导 遭到监禁的俄罗斯异议人士纳瓦尼 三月底开始绝食抗疫 要求预方让他治疗背痛和四肢麻痹 日前传出有生命危险 他的支持者还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发起抗疫 有上千人被捕 最近纳瓦尼听从医生的建议决定停止绝食抗疫 并且对支持者表达感谢 后续相关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